相同 年轻人想要迈出人生第一步 而他在没有朋友和任何影响力的情况下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 其次是要做到寡言少语 第三是要细心做事 第四是要有信心 第五是要让老板了解到他存在的必要性 在没有他的时候会出现困境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做人要明理 这是罗素赛奇对年轻人的建议 聚精会神 诚实 注意细节 言辞谨慎 这是约翰华纳梅克给出的成功的四个步骤 他的格言就是做下一件事情 无论你一生中从事任何职业 你的成就总会高于你最初的期望 大多数人只是把他所从事的职业或是岗位 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权宜之心 那些只知死学书本 迷恋校园生活的想法 是一种非常自私和狭隘的观点 人们要想要得到真正的发展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个性的开放 人的个性需要的是深入和高层次的拓展 当人前表露时会让人感到其和谐一致 体现出个性与人品的统一 让上天赐予的才华都得以完美的展现 我们绝不能逃避我们个人的职责和任务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的能力 得以最大限度的展现 从而实现其价值 恰如阳光能成就花瓣的美丽和芬芳 这就是其价值最好的体现 让安德鲁说得好 我很高兴我并不是统治世界的那个人 我只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去发现 去完成上天安排给我的使命 我做什么才能实现人生的永恒 只有通过你的工作 可许多默默无闻的安息了的人都这么做了 哦 不 不 千万不要这么说 要是他们默默无闻 你怎么仍然知道他们呢 天使对他们的赞美像鲜花一样开放 使他们各得其俗 第十章事业的选择已播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章再会 欢迎收听 奋力向前 生而未赢 人生不言败 第十一章 职业的选择 你的天性使然 顺其发展 将会获得成功 错位发展将会万般艰难 有之若无 谢尔史密斯 许多人为他们的成功付出了心血 没有人可以长久压抑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你的人生路上 成功的第一要素是 规范我们的事业 从而 使我们个人的肉体和精神 都实现好的发展 这两方面都不要抵触和压抑 尽量顺其发展 波尔沃说 你又有一家企业 就相当于你有了一份资产 弗兰克林 上天已为他所有的子民 安排了他们该做的事情 洛维尔 人的一生中 他的岗位和专业 对其人生经历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年轻人首先要考虑的是 他们是否已经弄清 正在选择的职业 是一项健康的职业 政治家 法官 传教士 都因其职业的长久性而受人关注 这些职业不涉及商业风险 众所周知 在商业竞争中 常出现尖锐的摩擦 和令人心骄烦躁的争执 而所有这些带来的是 寿命的减少 天文学家的思维范围广阔 逻辑在更大的范围内活动 因此 他们特别长寿 比如著名的天文学家 赫什尔和红宝 而那些哲学家 科学家和数学家们 像伽利略 培根 牛顿 欧拉 道尔顿等等 实际上 他们都用心刺眼某一学科 好像已经摆脱了某些 来自人世间的烦恼 那些专心于 不误学研究的学者们 他们不仅长寿 而且还活得相当愉悦 在英国历史上 有十四位享誉古今的名人 在1870年逝世 其中 两人九十多岁 五人八十多岁 还有两人70岁以上 需要大量用脑的职业 会对你的身体健康 产生较大的影响 没有任何一种职业 是对生命存在着 巨大的风险和破坏性的 但在社会上 还是有很多人 在冒险做着事业 所有这么做的人 都过着一种 鲁莽的人生 他们中大多数人 只是从事体力劳动 经受着煎熬 在工厂中 从事着钢铁器械的打磨 他们呼吸道的钢铁灰哀 给他们带来严重的疾病 更可怕的是 这种病痛 常导致他们在四十岁之前 就死亡 不只是高额的工资 引诱他们去从事这样的职业 他们也同样拒绝 使用那些设计好的安全防护手段 既然人们不存在 对其结果的恐惧 这样就导致更多的人 去从事其危险害巨大 而且工资极低的工作 在法国 一些外科医生 已对众多的治表厂的工作 留意观察 他们发现厂里的工作 对员工的健康 有着严重的影响 所有医生一致认为 那里工作会导致牙齿脱露 还有下颌骨的损害和坏死 以及支气管炎 除此之外 还会造成其他一些疾病 我们在农场里 会比其他地方看到更多的老年人 你会发现农民很长寿 他们明显要比生活在城市里 或者忙碌于别种职业的人 更加长寿 多呼吸新鲜空气 多进行户外活动 可以增加你的食欲 有助于你的睡眠 然而 上面提到的好处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 却没有多少可以享受得到 他们摩擦不断 拼扰频繁 由于高强度的竞争 带给人们多是焦虑和忧虑 另一方面 即使在农场 也同样存在着 许多阻碍长寿的天敌和不利因素 人不是吃饱就能生存的 现在所了解的 能够使人体保持健康的最主要因素 使人的情绪 在城市中的社会生活 用脑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因为在城市里 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文化和知识 而且那里有各种演讲和宣讲 这需要你的头脑去判断和品位 还有就是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 这些能很大程度上 弥补不能在乡村生活的遗憾 对农民们来说 尽管他们节语 远离了那些沉迷腐败的事物 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 但在有些地方 他们还是没有一些科学家和个别专业人士长寿 毫无疑问 有报复并能获得成功的人 定会使个人的生命得以延长 事业的兴旺定会使人长寿 只要你不去追求冒进 冷静思索 而不是以一时的冲动疯狂追求财富 托马斯·西金森罗列了一张名单 在上面记述了上个世纪最出名的三十位传教士 最终发现所有这些传教士的平均寿命是69岁 在一些矿区有60%的人是死于肺炎或者肺结核 而在欧洲的一些监狱里 那些污秽的空气是超过61%的人因肺结核而死亡 在巴伐利亚修道院 有50%的人来的时候健康良好 却都慢慢地死于肺炎 在普鲁士监狱中也存在着相同的情况 最后通过调查显示 生活在恶劣的空气中 吃着恶劣的食品 接触那些污秽的东西 人的死亡率就会增加 寿命大约在20到40岁之间 在上述的生活条件下 死亡概率是正常人的5倍 在纽约市 那些20岁以上死亡的人群中 有五分之一是死于刚才提及的原因 在欧洲的一些大城市中 这种情况的百分比会更高 在一般情况下 每100个各种原因死亡的人当中 平均有103个农民是死于肺结核 此外 平均有108个渔夫 121名园艺工人 121名农田劳动者 167位食品杂货商 209位采访 301个干货经销商 都是死于肺结核 但最多的要属印刷工人 一共461人 差不多占了总数的一半 本奥斯特和拉姆博德两位医生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 他们调查的对象 是那些必须吸入粉尘的职业和岗位 调查显示 矿物粉尘是对人体健康最有害的物质 其次是动物产生的尘埃 最后才是蔬菜携带的尘埃 在选择你的职业时 一定要注意工作环境清洁 而且要有新鲜的空气可供呼吸 还要有充足的阳光 要避免接触腐蚀性尘埃 工作中最好不要有有毒气体出现 所有一切是你选择一项好职业的重要条件 那些肯花费一年的时间 去投入没有多少回报工作的人 我们常认为他们是疯狂的 我们要谨慎选择工作和职业 对于调查中 医生们提及的职业 一般会减少从业者五年到二十五年 甚至会是三十到四十年的寿命 却好像和我们的命运 毫不相关 欢迎收听 奋力向前 生而未赢 人生不言败 第十一章第二节 找到真正属于你的职业 你要在长远的时间内付出你的精力 它不是固定的 有可能会不规则 就是因为有的工作时间不规则 内容不够系统 从而导致工人长期经受风险 在纽约俱乐部里 曾有三十二名全能运动员 一名内科医生这样说 其中三人是死于肺部疾病 有五个人必须戴着固定指甲 有四五个人出现了肩部疾病 还有三人出现了黏膜问题 和不完全的耳聋 帕腾医生是俄亥俄州 代表国家军人之家的外科主治医生 他说 这里的士兵中 有五万人处于上述我们体积的环境 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 他们患有各种心脏疾病 这主要归咎于 他们作战训练的体力消耗 人体的各项功能和作用 是紧密相恋的 不论哪一方面受到影响 都会对功能发挥产生影响 那些肌肉发达的运动员们 在他们锻炼的过程中 除了大量消耗体能外 还要付出精神上意志上的代价 有这样一条自然法则 当你过度地发展你的能力和作用时 让某种能力得到高度消耗 这样的结果 不仅使这个功能遭到破坏 而且会让人体各种机能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损坏 有活力的思想来自清醒的头脑 我们不可以期望那些精疲力尽的头脑 会有机敏灵活的表现 这样的大脑不可能再有愉悦的 充满活力的思维 无论是在演说中 还是日常的随笔 写书和小说中 人们对成熟的概念 是定于28岁 大脑应当是最后一个成熟的器官 尤其是在成熟之前的阶段 不要用到过度 当你在学校里时 如果你过度消耗你的脑力 那么你的整个人生前程 都可能因此而损坏 这段话我不太同意啊 我觉得脑子还是要多动动多用用的 作为脑力劳动者 不可能在一天的多数时间里 总是做一项工作 这样会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 当大脑出现疲劳时 就会失去原有的机密性和灵活性 此时只要注意观察 你不难发现 这是大脑所给出的想法 以及所进行的思索 会缺乏弹性和力度 所以一些人在业余时间打工时 虽然做的是大量的文字工作 但他们做的是几分不相同的工作 当人的大脑活动出现暂停的状态时 并不一定算是做大脑的休息 有很多人他们做的是脑力劳动 或早或晚 通常是在晚些时候 开始学会放松头脑 他们想让自己心情的机能得以休息 同时让另一套机能投入使用 未经认为大脑活动传扬 新结合ören 缴abil打工 往前